这个很不可思议 我们觉得很反常 就是你为什么非得吴思怀不可 对 我们都说国中 国军里面像这个罗绍和将军 也很优秀啊 像这个于北辰将军 也很优秀 为什么不提 不够红 不够红 所以今天就是说吴思怀够红 那够红才把他放到 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第四名 绝对当选 吴思怀在先前 这个红色阵线 为什么会要承袭 对 那中共现在就是 我也我觉得这个吴敦毅 会成为国民党的一个 我认为是最大的罪人 就是你搞到最后 你只为了保吴思怀 为了一个吴思怀 牺牲整个国民党 你没必要吧 除非他逼他自己辞 对 为了一个叶玉兰 对不对 那我们说 能够代表退休 这个公教人员也很多啊 我觉得吴敦有很大的压力 这个压力是不是来自于 对岸的压力 大家最反中的时刻 我就是要放进最亲中的人 而且我说起来第一点 吴思怀 叶玉兰 就是百分之百当选的嘛 这两个人现在 我看他已经在 在准备要找助理了 可以开始找了 开始在找办公室了 除非在压力之下 开始要怎么样在立法院推 他们要怎么样来 未来怎么样推动 他们的法案啊 未来要怎么样来抗争啊 他们已经在沙盘推演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中国 做一件事叫做釜底抽薪 什么叫釜底抽薪啊 叶玉兰跟吴思怀 如果要去选区域 绝对选不上 选一百年的选不上 我就来个不分区 而且绝对在安全中的安全 那这个之后我的人就进去了 然后再加上我刚刚讲过 邱毅也有可能 因为什么 因为现在国民 有一些蓝银的朋友 我觉得国民党会很惨 为什么 有一些蓝银的人 他可能就是 类似像郭冠英这种人 对 他觉得国民党吴敦毅 还不够软 不够强 他可能认为 这个吴思怀还不够强 找一个更强的 更红的是在邱毅 所以邱毅是有可能的 这是个市场区隔 邱毅涨到的是非常红 这是我们最忧心的 难道出红的那一种 那吴思怀当然是军系 那都不用讲 所以我觉得邱毅 又红又深蓝那一块 邱毅可以完全掌握 所以我觉得 明年这几位 这四个人 我刚才讲还有高金树梅 他已经很多届了 他往往去 中国那边的关系很好 也有很多的这些资金进来 对于我们原住民的一些辅助 也有很多 背后也被人要怀疑 有没有政治色彩 所以我觉得这些种种 的确是中共现在正在台湾 做一个什么 统一战线 这个统一战线 这四个人已经引然成型了 是 好 我们再来看 刚刚吴思怀还在那份谈话之外 你记不记得连战当时 2015年的时候 在北京参加中国九三阅兵 当时很多人就是群情哗然 郝伯春其实比较有sense 郝伯春下令所有的退降 通通不准去 吴思怀本人是没有去的 但是他脸书声援连战 他怎么说 蓝绿口径一致 骂连战卖台 有什么帮助 几千万军民同胞的牺牲奉献 才能战胜日本 他这个几千万军民同胞的牺牲奉献 走的是中国的历史脉络 走的就是对日抗战 不是蒋介石而已 八路军也很厉害啊 所以呢 才战胜日本 中国才有今天 我们有什么好争的呢 他的逻辑就是这样 他甚至2014年11月 到中共宣传革命根据地 延安参加红色旅游 延安是共产党 打赢国民场的基地 延安是中国共产党起家 把蒋介石赶到台湾的基地 你不是蒋介石 所教育出来的黄埔军人吗 他居然还参加这个红色旅游 这个创下 您对军事是比较有研究的 您听到这个吴思怀 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请教你 那今天台湾跟中国打战 他到底会站在哪一边 其实吴思怀那段讲话 是在2016年的4月13号 我们前一段时间查出来的吴思怀 在淮宇大策略 大战略里面 教中国怎么样 千里投送 长城运送兵力 那是2月28号 过了一下 4月13号又是刚刚那段讲话 那段讲话的时候 当时国际上非常紧张 美国开始把萨德系统放到南海 然后中国是挖挖叫 然后吴思怀就告诉说 美国这个叫敲山政府 你不要直接跟他对抗 我们要隔山打牛 他是跟中国讲 你们要隔山打牛 那中国怎么隔山打牛呢 就在南海那边 划立了防空识别区 AID力 这样子的话会影响到 美国和周边的所有国家 他们一定会挖挖叫 你中国就有谈判的筹码 可是惠敏知道 当南海划入 航空识别区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有两个的领土 我们的主权是被烧侵犯的 我们的太平岛 我们的东沙岛就在里面 我们的很多的渔场 就一定要经过那边 来到台湾 比如说我们买天然气的船只 通通要经过这个AID力 那不是就把南海 变成是中国的内海了吗 那我们台湾的主权在哪里 你身为一个国军的将领 你竟然完全被台湾的战略利益 全部考虑 这是他的一个问题 然后去延安 才会让很多的黄埔军人受不了 延安那边的问题在哪里 连在那时候会有什么挨骂 因为当时就是毛泽东在延安那边 讲出了一分抗日 两分应付 七分发展 就在延安那里面 当你国民党的 吴思海你的学长们 在跟日本人在那边牺牲 死掉的时候 共产党就在延安 就你才去朝圣 而延安里面 杀死你的长辈有多少 国共内在 他就从延安那边 所以你们整个黄埔应该丢脸 由你们这样黄埔的人去朝圣 杀死你们这些邱清泉 什么黄维这些被抓的人 这些英雄 忠烈石的这些人 吴思海你有脸 你就回来跪到忠烈石 告诉这些 张宁甫这些人说 对不起 我对不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